在转做有机的初期 曾经就为了 蜘蛛在盐气里面掉眼泪 叶子烂的烂了 黑的黑了 想说哇 好像是我把它们捏带到 发病到那么严重了 转做有机以后 才慢慢的去体会到 农作物它们有 它们的生长的一个循环 只要认真做 先求有 再求好 不怕没有人要你的东西 就怕我们没有东西 可以给人家 后来发现原来 做有机 坦量并不会减少 那个都是无形中 自然回报给你的 我会持续做有机 在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上 快乐的生活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我会担心 我们下班了